院長,我先請教你,你剛剛在回答的時候有提到說你是支持國會改革的對不對? 當然,是的 好,那但是你在上午回答這個有委員質詢的時候 你這次提出來的複議案又是所有的條文你通通都複議 沒有一條是你認同的,你不覺得這樣子是蠻矛盾的嗎? 在這次通過的版本裡面,真的沒有一個條文它是可以落實的嗎? 每一個條文都必須提出複議嗎? 請委員能夠體諒,我們這個是最整部的法案,整部的法案提出複議 需要重新檢測內部,因為像剛剛提到的這個,它就會有條文之間矛盾之處 所以我們就整部的法案 但不需要全部都提複議啊,第一個本事要就叫你的 就是有關於聽政權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世界各國,我們覺得它相較是民主進步的國家 包括美國、德國、法國、英國 他們其實都有所謂的聽政調查權 那在這個部分,今天中華民國我們在國會可以邁出改革的地步 讓國會擁有聽政調查權 我個人認為這樣的改革是跟世界接軌是往前邁進 但是連這個部分行政院都要提出複議 難道院長你不認同 國會應該擁有聽政調查權嗎? 其他國家有的國會的設計 是沒有質詢權而有聽政權 所以聽政權就幾乎是代表了 國會議員對官員或是一般關係人 或是社會上重要的關係人 他們對他的一種互動的關係 所以有這樣的設計 那台灣我們自己,我們在人事同意權上面 有類似這樣的一個行為 但是無論如何他的執行 要參照市制585號裡面的規定 他應該在特定的範圍之內 舉行他的聽政 他裡面的這個調查調閱聽政的這個過程 都要受到憲法這個市制上的規定 當然啊,在立法院裡面 我們通過的聽政調查權 也不是漫無目的啊 他有設定範圍啊 立法委員也沒有那麼閒 一定是針對人民重大關心的議題 才會去召開相關的聽政會 立法院也不是365天 通通都在開會 會把一些不重要的 然後不涉及國家利益的事情 拿來國會殿堂去召開聽政會 所以這個部分你可以看到 這一些先進的國家 這樣一個制度 行之多年 包括美國 我們 是我們的好朋友 他們 所謂的這個聽政會 我想大家從各大媒體裡面都可以看到 美國國會召開聽政會的過程 多麼的嚴謹 不管你是企業 或者是個人 跟這個案子 重大案子相關的人 你到了這個聽政會 你就必須做真實的陳述 我想這樣子 才可以達到 真的去追求真相 然後幫人民把關的目的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 在民意支持度的部分 國會改革 其實民意支持度 一直都是高的 無論是在這個法案的審議之前 所做的民調 或者是這個法案已經通過之後 最新的台灣民意基金會 他所提到的各項支持的比例 你都可以看到 立法院召開聽政會 是將近六成的民眾 這麼高的民意 他們是支持的 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人民 他希望國會 是有實權的國會 希望人民的國會 是可以代表人民 真正去監督政府 而這樣子的一個民意 我希望這個執政黨 不要忽視這樣的一個民意喔 今天剛剛有 這個民進黨的委員說 青鳥 他代表青鳥 在這個國會這邊 要表達他們的聲音 但是這個社會 不只只有青鳥的聲音 這個社會是多元的聲音 而從這樣的民調 我們看出來 是超過 將近六成的民眾 其實是支持的 而這樣子的一個支持 我們可以看到 在2016年國會改革 在民進黨相關的委員 都有提出相關的法案 包括我們在座的 國防部部長 顧立雄顧部長 其實也有提出相關的法案 我們現在已經是 其實做為外交部部長的 林佳永部長 其實針對國會改革 也都有提出過自己的意見跟看法 過去的民進黨 我覺得很敢在一些的意見 主張上面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認為這是一個進步的價值 但是不要因為換了位置 而換了腦袋 就是過去主張國會改革 有它的這個正當性 包括蔡英文總統 都認為國會應該擁有完整的聽證調查權 才能落實完整這樣的制度 但是怎麼會因為現在是在野黨 提出之後 通過之後 就全盤否定了這樣的一個國會改革 它的目的跟重要性 這個本席是完全沒有辦法認同的 就是說對的事情就是對的事情 不會因為時空環境不同 不會因為過去民進黨是在野 說這個是對的 現在執政之後就說這個是錯的 不會有這樣子一個價值錯亂嗎 那我們更可以看到 事實上過去在這些 立法的過程應該有多種的因素 這個部分院長先讓我講完 我還要讓你看一下 現在您的搭檔 您的副院長 鄭麗君副院長 過去他擔任立法委員的時候 我很認同他講的 他說要讓立委有更完備的職權 包括聽證權與調查權 另外一個他提到了 就是我們要讓國會立委職權更行完備 而不是像缺了牙的老虎 否則弱勢的國會要如何監督政府 這是鄭麗君副院長 這是鄭麗君副院長 在擔任立法委員的時候 他在公聽會上面 一再強調 一定要讓國會 會擁有聽證權與調查權 我覺得他當時講的這個話 應該是發自內心的話 我不知道他現在立場改變 我希望他沒有 這個是大家認為 要讓國會賦予他更完整的權力 而今天在座的林佳龍部長 他當時其實也提到了 就是如果做任何隱匿或虛偽的證實 就必須要負刑法上的責任 這個是當時林佳龍立法委員 他現在是部長 當時的主張 這個跟國民黨的主張 都沒有任何的背離 另外一個是現在的監察委員 也是過去的立法委員 我在第八屆曾經跟他同事 我常常就聽到他講 他很羨慕美國啊 他說美國的國會議員 都可以召開聽證會 有法律強制性 結論也有法律強制性 他一直覺得台灣沒有辦法 這個召開聽證會 這個立法委員呢 這個就像狗廢火車一樣 立法權對上行政權 如果沒有任何的這個監督力的話 他說我們只是 立法委員只是可以叫的比較大聲 但是火車還是開走了 這樣的形容很貼切很傳神 這個是為什麼立法院 這次的國會改革 必須賦予國會議員 擁有聽證權跟調查權 因為唯有這樣子 才可以落實真正的監督 但是本席真的覺得非常的遺憾 在關鍵的這些聽證權 調查權上面 現在被抹黑 被誤解 被造謠 然後被說成 這個是對人民權益的侵害 會對多數的人民產生 這個 這個權益上面的侵害 我覺得這些通通都是背離事實的一個說法 今天 國會改革 我想是讓立法權 他的監督權 可以更完整 這個絕對不是要去凌駕行政權 沒有 在我們目前的權力分立裡面 事實上 這個卓院長過去也擔任過立法委員 你現在要擔任院長 其實你應該深刻體認到 行政權真的是獨大 行政權擁有很多的資源 其實真的很多民意代表 你只能說一說而已 對於行政院 沒有辦法造成實質的這個約束力 你心裡應該非常的清楚 有擔任過民意代表 跟擔任過政務官的 一定明白這個道理 而今天只是強化了國會的監督權力 但是要變成整個社會 付出這麼大的社會成本 互相對抗 今天立法院變成什麼樣子 周遭都交通管制 還要連續三天 還要一再的號召這個社會動員 大家來到這裡 這個真的是現在執政團隊想要的嗎 現在太多的國家的問題 需要去解決 但是就國會改革這個案子 竟然行政院也參一咖 然後你們提出複議案 然後就在這個議題上面 政黨對決 個人覺得真的是完全沒有必要 我們希望讓國會改革可以繼續向前走 謝謝 好 謝謝王委員 好朋友們 您也有睡眠困擾嗎 推薦您太陽星全校 科菲爾醫生 幫助您睡得好 美麗更加分 即日起至6月30日 三入組限量送隨行果汁機一入 送完為止 更可搭配快點購618狂歡年中慶 全廠消費滿千就送百 最高回饋618元 現在買最划算 再加100元就能夠超值加購 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一起來快點購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購物經驗吧 每天都給大家看 每天都給大家看 早安 每天都給大家看 看 每天都給大家看